他們那邊是非常詭異的一個磁場 他們突然放在樹上 有一條牛仔褲 奇怪 是誰的牛仔褲 怎麼會掛在樹上 一名有西蘭大學生 盧本 獨自來台自助旅行 在阿里山投訴後 心機不明失蹤至今 會是他的嗎 要解開謎團 對從1998年開始講戲 當年磁本登山失蹤 據說有一個人是最後目擊者 他最後看到五個年輕人 跟這個磁本一起要走過去 就是在那邊下車 然後在那邊打包 警察就去查了這五個年輕人 而且還來派出所問話 那五個年輕人說 當時磁本就是跟他們 本來就一起走 有說有笑 然後走到那個千年洞 那個岔路口的時候 本來是要跟他們 一起走到溪口 結果他突然間停住了 然後他說他要自己一個人走 他要下去 當下的他怎麼了 竟然一個人走向滅存境地 後來不是傳出 磁本在阿里山失蹤 其實他是在千年洞 那個地方不見的 因為他自己一個人 就是往那個千年洞 那個方向走下去 路徑明顯 怎麼會突然人間蒸發呢 那他本來可能就是 應該要往左 然後他們就可能往右 或是上廁所起來 就頭暈了 或是狀況不好的時候 就很容易 就完全走錯方向 會是精神不計嗎 就算有些狀況 總該也會找到一點 蛛絲馬跡吧 但搜救人員連日搜山 卻是無功而返 搜尋人員從第一天的十個人 擴大成六十個人 分成四組 攜帶乾糧 刀棍和通訊器材望遠鏡 不分昼夜的入山搜索 沒過多久 磁本爸爸來台灣找兒子 當地為熟悉地形的巷島 帶領著他爸爸穿山越旅 他帶了他磁本的爸爸 上去千年洞 他們一群人在找找找 找了很久的時候 欸 開哪裡 到底發現了什麼 然後他們看到這個 牛仔褲的時候 而且旁邊又掛了那個 紐西蘭那個背包的國旗 他就是看到這個時候 他們就可能說 可能找到了 這真的是磁本的東西嗎 他爬到上面去的時候 看到那個牛仔褲 他要把它拉下來 一拉你知道一堆白骨掉下來 天啊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整個人好像 被那個木頭敲到頭 他就暈了一下 這難道是一種警告 這難道是一種警告